记者庄佩仪综合报道,小天后泰勒斯人气伤,身边不乏有粉丝做出疯狂举动播偶像注意,泰勒斯既被粉丝骚扰持续一年,威胁杀掉他全家,看有人爬上他家围墙后,现又有狂粉浸泡去抢银行,还将白花花的钱往他家里头撒,最终取裂不了泰勒斯,还被警察逮捕。 据CBS New York 报道,上星期名叫布鲁斯·罗利的南非英抢银行被捕,令人惊讶的是,他抢完后不是马上逃逸,而是开车到泰勒斯位于罗德岛的豪宅,并将打劫而来的钱从泰勒斯家围墙丢进去,希望可以借此吸引泰勒斯注意,进而打动芳心。 当布鲁斯被捕时,他也招工,其实曾常是联络泰勒斯,无奈对方不在家,只好直接把钱送进去。 警方透露,布鲁斯进行抢案时,并无使用任何武器,只是让职员交钱交出,具体拿了多少金额不钱还不清楚。 泰勒斯·狂粉布鲁斯·罗利抢银行后,送钱想打动偶像芳心,翻射FOX61。